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从清代延续至今的起伏习俗 每年都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今年的飘色巡游将于5月26号佛诞日举行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节日 飘色师傅们忙得不可开交 飘色来源于广东白话 飘是指脱离地面 进展凌空之美 色则指带精心巧妙的伪装 是中国岭南地区一种容戏剧 魔术 杂技 音乐 舞蹈 与一体的传统民俗艺术 所谓飘色 是指由师傅推或抬一座装饰华丽的色板 色板上站立由孩童扮演的角色 以立体舞台形式进行的游行表演 由于舞台的特殊设计 色板上的孩童恍如凌空浮起 前行过程中色板上下微动 孩童衣美飘飘 顾得此名 今年5月26号 因疫情停办三年的飘色巡游 将重返香港长州岛 各街方推出的飘色主题 也都结合实施热点 表达对香港社会复苏的美好期望 今年太平清朝我们街坊会预算出三台飘色 一台叫做牟丝奉献 是表扬医护人员在三年疫情为香港市民奉猛 第二台飘色是哪吒闹东海 第三台是歌舞星评 经过现在疫情过后 大家回复以往 歌舞星评就好像开开心心的 风风落浪的 飘色耀眼的活灵活现 很大程度取决于色心的选择 所谓色心 指的是在台上扮演角色的孩童 一般选择容貌俊俏 精灵乖俏 大胆外向且具有一定表演天分的孩子 然而对飘色师傅来说 时隔三年重启飘色 寻找合适的小朋友成了最大的困难 寻找色心最困难 寻找小朋友成了 为什麽呢 那些小朋友成了 因为他们在疫情当时 都得了税比较松 到现在我算是四五岁 他可以扮成了 但他都不知道是什麽 什麽叫飘色 他根本上是从事 那怎麽搞呢 怎麽不知我们今年 就很幸运 就有外援 什麽叫外援 是香港来的那些外援 不是本州的小朋友 一台好的飘色 讲究巧妙灵动 这不仅是对演员选择的要求 也是对飘色道具制作师傅的考验 舞台上的钢铁支架 除了起到承重和支撑的作用 更要融入对角色特点 和飘色主题的巧思 将钢铁结构巧妙地隐藏在角色的服饰和造型中 如何显示技巧呢 就是那些铁一路上去中间的装置 是没什麽破绽 看得到你那条铁 就是用木的皮 黏上去那条铁 遮住它好像是木 这个我们觉得是 显示到那时候的功夫 根本上你看到那条铁在哪裏 你们都不知道 但是那条铁的弯位 这条铁在哪裏 来到这裏我们是烧行 接着就做一个斧头 斧头上是上面坐的人 这把就叫功夫 就是跟中国功夫 譬如这些枱子 上当年我第一次跟他做的时候 这把飘色的叫做龙门客棧 这些飘色衣服已经是很多年了 一路一路都存在 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 这个就是皇后 延续百年代代传承 对于长州居民来说 太平清朝的飘色巡游 不仅寄托着他们 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 也承载了他们 对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每一个在长州长大的居民 对整个太平清朝的活动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当他离开了长州 嫁了或者在外面工作 他每年都会回来 有时间他都会回来看 甚至帮忙 开心 整帮都开心 因为长州最大的城市 就是太平清朝 而这三年是很沉寂的 希望今年疫情过后 我想今年一定会气氛很好 长州可能会有很多人